阿金領隊,今天帶我們去哪裏游街? 當然有些你老師都不一定知道的地方 比如這一輪深圳改革開放的圖騰 國貿大廈 由這裡讓我便到台翻 動盒 油漢館 放在家裡 關 rod 前衛小股 起一個小股 夢影 如果給你三天時間可以做些什麼呢? 在家裡偶盜生蜘蛛網 去蘭桂坊群魔亂舞 還是去參加那些一問三不知的夢遊旅行團? 但在這裏三天就可以建一層樓了 在1982年的這裏,周圍看起來就像個普通鄉鎮一樣 就是一個看起來的地方 就規劃了一棟三十八層樓高的摩天大廈 什麼風水佬算過嗎? 為什麼是三十八層樓啊? 三十九不行啊? 沒有! 當時大陸的一棵角頭把交椅 是位於南京的金陵飯店 三十七層樓高 只要高一點就可以做幫主 後來就被人說沒有格局 你看看誰誰建的那棟樓 快頂到月球了 最終經過多次有好的吵架之後 就決定起到五十三層 他拿過的獎 十隻手指都數不完 民間所說的深圳速度 就是離主於這裏 那當然啦 不是什麼都快就好 例如三有一層換成三分鐘一鑊 乾炒牛河那樣 客人肯定炸營的 說到食物就不可以不提這棟樓的四十九層 是當時全國最高的旋轉餐廳 再加上四十八塊比利時進口的大玻璃 可以說整個深圳盡收眼底 這棟大廈至今已經接待過四百多位的中外政要 包括美國總統布殊和尼克遜 雖然在眾多年輕盡才面前 這棟樓已經有點連波魯爾 但它作為深圳改革開放的見證和歷史 是永不磨滅的 有機會大家可以上去打卡 身處在一個這麼有年代感的裝環裡面 看窗外羅湖、福田和南山的城市天際線 你就可以感受到在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年裡面 深圳的發展趨勢和速度 是這麼得人驚 南山越來越新 福田越來越高 而羅湖就越來越舊 這間蘇河酒吧曾幾何時都紅極一時 一到馬克 這個門口其實有很多俊男美女 男生就扮有料和搭米 女生就扮清純和飲醉 如果更清醒的話 就會走過來吃宵夜 綠嬸雞煲的分託都開到來金剛華這一邊 得罪說句 其實雞煲好吃都是以前的城中村奇美雞煲好吃 但綠嬸雞煲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好錯 無論是它發源地、十畝地 還是這間都好 因為它有outside seat 這個是很高精神層面的追求 夏天呢 要吃到新水新汗 龍底橫都濕了 這才叫排毒 而冬天呢 就要在室外揚西北風 冷到彈彈鎮的吃個熱辣辣的雞煲 這些才叫做火鍋的嘛 過一條馬路 就來到金剛華廣場 這是全深圳第一個 和地鐵無縫接駁的購物店 這間這麼舊的商場 但是一直都很好生意 不過生意很有什麼用啊 大概十年前 因為債務和官司的原因 這間商場就被阿爺沒收了 如果金剛華廣場的人流 可以以車水馬龍來形容的話 那這間鑽石廣場 就可以以雲中寶電來形容了 就是個個都是成狠信徒 只是拜神就不消香 再這樣下去 鑽石廣場的主持都要幻軸了 轉了走一條斑馬線 對面的商店看看 馬路兩邊都有不少三四十年的古樹 為什麼三四十年都可以叫古呢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邊經常打颱風的嘛 那有些樹就喜歡衝大頭鬼 那個踩著電動車 含著金鎖匙出來的那個男人 剛從新幾內亞移民過來嗎 你有沒有喇叭嗎 搞到我也不知道趕到去哪裡了 有它老人家記性是差一點的 這邊的商店都不容樂觀 就好像豬八戒溝女一樣 每位都是過客 走到這個十字路口 發言話的路段 就告一段落了 我身後就是南湖小學 左邊就是羅湖醫院 差點不記得 這個鑽石廣場都不是一無是處的 如果你去看電影的話 其實這裡是最舒服的 因為人少 設備又新 環境也好 拍拖就最適合了 我很認真去看這個阿叔的廣告推銷 我覺得他很不懂做中國人生意 無論你去棺材圃、異裝還是元寶蠟燭店 都不會說那個字出來的 即是說句不好聽 用了你那些東西 都不知道是他瓜還是我瓜 差點不記得說 右邊這一間自地廣場 如果鑽石廣場叫雲鐘寶殿的話 它就是門可樂桌 我不知道設計師是甚麼教 可能是摩西年花教 還是一些老年太陽教 只願我自己孤陋寡民 雖然裡面的商場很高級 但是住在自地廣場樓上 都挺舒服的 你不要說 差點不記得剛才經過那個轉角位 它上面有個蓮花裝飾 跟上海外灘中心 那個威斯丁酒店的頂 是一模一樣的 都不知道誰抄誰 哎呀 自己人哪有抄的 可能平時抄作業抄得多 現在的人見到甚麼都要懷疑一下 就好像我之前有個北方的朋友 來到深圳 看到這個加令娜廣場 他就問我這個加令娜 是不是那個加令娜 我就問戴安娜 麥當娜 就可能有另一個 但這間加令娜廣場 就真的是瑜伽包含的加令娜 也就是加令娜月餅的那個 香港加令娜集團 但是你買的加令娜月餅 是不是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中文是這個世界上最複雜 和最博大精深的語言之一 所以有些店驚被人抄作業 就首先用數字了 例如這間85度C 東西都合格的 性在性價比高 這間店的露天座位 經常都會坐滿人 雖然小弟都很喜歡坐露天的位 但是在這些馬路邊的例外 我不想做人肉吸塵機 我對護南上面那幾棵 吊膽的空氣淨化能力 抱著深深的懷疑 因為我坐在這裡 方便盯仔盯女 我盯那些 就不如盯新都酒店 韋春風路1號的新都酒店 從1988年就已經動在這裡了 無論你有沒有住過這裡 一定會被他山戀疊層式的設計所吸引 他也是內地股市第一家的酒店上市公司 由於這麼多年管理不善 早兩年他已經退市了 對於港人來說 這間酒店就可能不是很多人住過 但他裡面有一間餐廳就很多人吃過 就是我曾經提過的單季軒 跟羅湖雙入城的單季軒一樣 這間單季軒都一樣收拾包袱回鄉了 過了一條斑馬線 前面就是新銀座了 在天橋底下就有個大型的核酸點 今天都還沒做 等待他去被人刺一下 剛才那個姊姊仔不知道是不是有復仇心態 刺得我好鬼心 但我又沒得報仇 正所謂此一時比一時 苦落平洋避喧 這間新銀座大廈 真的要多謝這個新銀座水會 我想十有八九的人都因為這個新銀座水會 才知道這裡叫新銀座大廈 而在他的後面就是羅湖村 從目前可知的途徑來說 全深圳這麼多城中村裡面 羅湖村可以說是老公潑線 最淒涼 我有點懷疑天橋底是不是有個時空隧道呢 為什麼走到這裡就感覺 突然間日落黃昏 真的這樣的 不過那個氛圍都不錯 又見到新銀座酒店了 我知道有些團友去日本旅遊 會特意選一些趙和風的酒店來住 因為是懷舊 其實這間新銀座酒店都一樣的 我把它稱之為改革風 沒理由叫開放風 一聽起來有些不是很正經 怕人家不住的 裡面一直保留著19世紀 不是是90年代的裝修風格 不過呢 他已經被阿爺徵招了去做這個隔離酒店了 其實對新銀座酒店來說 都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畢竟懷舊風是一個很小眾的群體 預計在破產的邊緣 嘩 苦苦掙扎 倒不如聽阿爺知道 是不是 走了個八甲鑽 又回到加寧那廣場了 對我來說 加寧那廣場最醒目的招牌 就是月光城 不過他可惜 不是叫月光廣場或者月光大廈 這間月光城是走比較親民的消費路線 在疫情之前幾乎九成都是廣客 加寧那廣場 現在樓上的空置率都很高 而樓下這個廣場仔 就變成了老人家散步 和弟弟活動的地方 都還算叫有些人在幫他撐一下牆 看一看馬路對面 熙龍大廈底層的街鋪 日子都不是很好過 我看到都關了兩間店 回到馬路這一邊 就是這個深圳發展中心大廈 建於1990年 也是全國第一棟隱形框架的大廈 也就是外牆是全玻璃 在這條友誼路一直直走 在裡面轉彎有一間很出名的店 它叫做8300 也是深圳Disco裡面最出名的間場之一 講回這間深圳發展中心 其實我一看到它的名字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聯想到一間銀行 它就是深圳發展銀行 也就是現在的平安銀行 這間銀行很厲害的 它在大陸上市的號碼 000001 也就是第一間上市公司 現在深圳到處都開了很多這些包點檔 一個肉包或者菜包 一塊一塊一塊兩塊 很適合一些又想省錢又趕時間的打工人 但同樣都是賣包 這間可可的點心局就倒閉了 在傳統的意義上說 南方人吃點心 就是一邊吃一邊炭茶 一邊在打發時間 現在這樣的社會競爭和經濟環境下 你不要說炭啦 保持著工作都不錯啦 兜兜轉轉又回到金剛華這邊 整個路人氣最旺的兩個商場 一個就是這個金剛華 一個就是路的萬丈城 金剛華廣場就是走中檔的快銷路線 它這個定位結合這邊附近上班的人 真是很成功 而萬丈城就是走高端路線 經過長途拔洩 我就來到金剛華廣場的另外這一邊 我就很喜歡走這種路口的X型斑馬線 也就是俗稱的全車流和人流分離路口 每次一個馬路都千鈞萬馬一樣 到處都是人 其實走起來你會發現人都不少的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消費意欲都不強呢 就好像右邊這個黃金海岸的招牌 你看它出盡全力不斷轉啊轉閃啊閃 我也很想幫你的 只可惜行郎修飾 我沒能做啊兄弟 而黃金海岸所住的這棟建築 就是海里登館 建於1990年 過夜數大概兩百多三百元一晚 為甚麼我特意要說它呢 因為這間這麼小的賓館 竟然有自己的官方網站 連新都酒店都沒有啊 你看人家海里的老闆多用心啊 只不過上次更新已經是2015年而已 講到用心 深圳這麼多間茶餐廳來說 我就最喜歡身發和肥妹的這個廚窗 那些燒尾在那些光線下特別誘惑 和特別好光澤 你不要說買火柴的小姑娘呢 我見到都想撲上去咬兩口 露天雅座全部坐滿了 在南湖路上向著深南大道的方向走 就開始進入令到很困擾的地方 這裡有三棟樓 分別是國貿大廈 國貿商住大廈 和國貿商客 真的說得好像急口令一樣 這裡還好些 至少這三棟樓是黏在一起 有機會去到福田CBD 這兩間店都頗有人氣 比如左邊這間很多分店的 貓園外啤酒館 它除了精釀啤酒出名之外 還有買啤酒送鑼鑼的活動 什麼種類的鑼鑼 貓的鑼鑼 有毛那些 可能一邊搖適中 一邊拿著鑼鑼 功力會大增 接著就是這間生和田 你千萬不要讓它的表面和裝修拋到你 一不小心就穿禮服過來吃肥牛煎蛋飯 就好玩了 這間店是走平民和簡餐的路線 它最出名的反而是它的Softray 其實我覺得日本料理簡餐化都是一件好事 鬼見我的朋友沒有口福 吃不得生的東西 那就比弱勢群體多個選擇 嘩 左邊的消防哥哥在這裡打羽毛球 左邊這條小巷裡也有不少食物 不好意思 我對這麼大的空間稱之為小巷 聽說店雖然多 但好吃的就沒有幾間 我們吃了一間Kakitori 就說可以了 那在右邊 我們繼續不要讓其他東西干擾我們的思緒 左邊這個就是國貿的商主大廈 也是全深圳日本料理物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在那個樓上也有很多日本Kaisa的住深圳辦事處 正所謂有需求就只能有供應 好像燒料料亭和居酒屋一樣 最直觀看快牌就知道有多少 以前這邊有很多日本人 不過現在已經走了不少了 我不是很理解現在的年輕人對檸檬茶的喜愛 特別是近乎於瘋狂的程度 即是以前沒喝過還是什麼原因呢 前面這間雷州洋裝真是補 我知道的是招牌下面那一行小置 即是我覺得這些商家很不負責任 即是怎樣 你只是負責放火 那你的客人吃到興奮奮地走出去 很不容易走到對面 竟然是個大叔 我知道的是這間木大叔日本料理 他門口那隻龍貓都很逼真 裝修亦都很逼真 我都是那句話 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騙 亦都是走親民的路線 放心地去馬 去吃飯不是隻龍貓